乒乓球退役名将福源爱麻烦事不断,不仅自己的家庭受到影响,事业也受到了撞击。 根据日本FRIDAY的报道,福源爱遭到了广告商索赔,数额达到了2亿日元,约合1180万人民币,这让他心情非常差。 根据日媒的分析,福源爱反击江洪杰也只剩最后一招,那就是争取孩子的抚养权,否则的话将很难逆转目前的局面。 福源爱原本受人尊重,他在求援时期给外界留下了可爱温柔的一面,在同江洪杰相识后,两人从恋爱走向了生子,也是非常甜蜜,但是没有想到的是,在今年年初,日媒曝光了福源爱背着江洪杰约会高帅男的新闻,这让福源爱的形象大不如前,不仅毁了自己的名声,也毁了自己的事业。 看起来在卷入风波后,福源爱已经很难翻身,女性三文报道了福源爱的境况,她目前每天都是身心俱疲,原本圆润的脸,但也变得消瘦,如同变得一个人。 更加让她分心的是,福源爱还得照顾自己的母亲,同时要处理自己的麻烦事,因为太过忙碌,福源爱甚至没有多少时间同孩子们进行视频通话,这让她的心情不理想。 约会已婚难事,让福源爱的形象已落千丈,而江洪杰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,一开始她不统一离婚,但是现在却主动希望告别这段婚姻。 日本媒体分析,江洪杰态度的转变,很多广告商也是始料未及,同时损失非常大,因此广告商决定向两人索赔。 据悉,两人很可能涉嫌违约,他们被要求赔偿两亿日元,据悉,人士透露,江洪杰正是担心巨额赔偿,才最终愿意离婚,并且希望福源爱承担这笔违约金,爱情事业都已经被毁掉,这让福源爱非常的闹心,或许她现在也已经后悔自己的举动。 日媒指出,福源爱几乎是无法翻身,接下来她需要全力以赴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,这样才有机会让自己的形象得到挽回。 如果福源爱再度抛弃自己的孩子,那么会被贴上无情妈妈的标签,这样的话她未来很难在日本立足。 福源爱指出,即便福源爱的离婚官司持续两到三年,她也应该全力以赴争取孩子的抚养权,因为这是她翻身的最后机会,福源爱和江洪杰的离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。 近日,据台湾媒体报道,福源爱老公江洪杰已经正式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,而福源爱麻烦事不断,不仅杨家受到了影响,事业也受到了冲击。 根据日本FRIDAY的报道,福源爱遭到了广告商的索赔,数额达到了两亿日元,约合1180万人民币,巨额赔付让福源爱心烦不已,约会以婚男士让福源爱的形象已落千丈,而江洪杰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。 一开始她不同意离婚,现在却主动希望告别这段婚姻。 除此之外,福源爱原本解说东京奥运会的工作没了,广告代言解约了,商业活动也高吹了,所开的公司也倒闭了。 日本媒体分析,江洪杰态度的转变,很多广告商也是始料未及,同时损失非常大,因此广告商决定向两人索赔。 据悉,两人很可能涉嫌违约,他们被要求赔偿两亿日元。 消息人士透露,江洪杰正是担心巨额赔偿,才最终愿意离婚,并且希望福源爱承担这笔违约金。 日媒指出福源爱几乎是无法翻身,接下来她需要全力以赴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,这样才有机会让自己的形象得到挽回。 如果福源爱再度抛弃自己的孩子,那么会被贴上无情妈妈的标签,这样的话她未来很难在日本立足。 而福源爱江洪杰离婚也不会很顺利,两人要对财产、子女监护权等问题进行协商。 而江洪杰曾明确表示,不会把孩子给福源爱,而福源爱要挽回形象,势必要争取孩子监护权。 5月11日,台媒报道,江洪杰福源爱夫妇,婚变的主因是福源爱身旁的友人们从中挑拨,终让这段婚姻破裂。 而不是,此前报道的江洪杰言语暴力,轴理关系不佳,福源爱满着江洪杰与男性友人出游等因素。 据台湾媒体,福源爱当初不顾外界的质疑,为了守护爱情,付出很多,但福源爱身边的友人们却时常给她洗脑。 除了说江洪杰配不上她之外,更认为她不该在婚姻中委屈自我,心疼她一个人在江洪杰家中受苦。 而江洪杰在婚后也一直很疼爱福源爱,让福源爱坚持经营来之不易的婚姻。 但在她友人们长时间的洗脑下,江洪杰仍败给了福源爱的友人,导致福源爱对江洪杰的信任渐渐瓦解, 并在去年年底态度骤变首度提出离婚,并独自回到了日本。 福源爱回到日本后,曾在节目中表达想让孩子在日本上学的想法,并抱怨江洪杰在家时间太少,两人之间已经产生了隔阂。 据友人透露,去年年底,福源爱与江洪杰提出离婚后,江洪杰表示会再三考虑。 而回到日本的福源爱,本来对男友人就非常欣赏,福源爱的友人则在旁边,挺她继续于男子发展,导致被拍到约会的画面。 后来才知道男子隐瞒已婚事实,让福源爱形象跌至谷底,福源爱因各种打击,让其心情非常不佳,导致其标志性的圆圆脸已经完全不见了,基本上可以说是脱象了。 而之前一直不愿意针对此事回应的江洪杰大姐,江恒更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16个字,继续善良,永远,勇敢,水落,一定会使出道。 这也不禁让人联想有关于两人各种离婚传闻。 福源爱指出,两人的离婚官司就算是要持续两到三年,福源爱也不能放弃争夺孩子的抚养权,因为这是她最后的翻身机会。 不过之前也有日媒指出,福源爱手握记录者江洪杰言语霸凌细节的证据。 今年1月,福源爱回到日本,她本来将在东京奥运会上担任解说工作,但显然这一工作是丢了。 上个月,日媒曝光了福源爱和陌生男性出入酒店的照片,此后福源爱就销声匿迹,甚至儿子生日都没有现身,可以说福源爱是心生俱疲的状态,面临一无所有。 如今,有人劝福源爱,希望她能够和江洪杰复合,至少这样她还能和孩子生活在一起。 值得一提的是,福源爱一直被报是想主动离婚的那一方,甚至请好了律师。 至于江洪杰,则还是想和福源爱在一起,让我们来梳理一下福源爱的婚变风波。 今年2月,网友提出质疑,32岁福源爱很久没有戴戒指了,当时福源爱回应自己是工作原因不戴戒指。 3月初,福源爱丑门曝光,第一时间福源爱到枪,江洪杰也发声,希望外界给两个人时间。 随后双方友人互私,福源爱友人指出江洪杰家里把小爱当成摇钱树,江洪杰友人指责福源爱性格强势。 3月20日,本来和江洪杰生活在一起的福源爱母亲回到日本,福源爱本人没有截击,第一时间福源爱再次发声,正是夫妻间正在私下协商怎么做对孩子最好。 4月3日,福源爱儿子迎来了两岁生日,他没有现身,如今福源爱被报搬家,但是日本根本接不到工作,已经是无人问津,福源爱是日本乒乓球名将,曾在奥运会上拿到银牌,2014年他和江洪杰相识,2016年两人结婚,随后生了一儿一女, 在中国,王南,刘诗文等世界冠军都是福源爱的友人。